歡迎收看古奇的點名 今天整個大盤再度大漲 外資也再度的買超 外資也再度的買超 外資連續四天 買271億 買237 買115 包括今天買105 這些都在FED降息兩碼之後 降息之前 有兩派 都是專家學者 有兩派 降息兩碼 一派看好一派看壞 但是我要跟大家談 外資連續買四天 另外一個重點是什麼 股價會說話嗎 講一些理論沒有用 降息之後 這幾天有去嗎 這個就是答案 你要出手 包括昨天 我有沒有再度跟大家談 貨櫃股 前天上禮拜 月初有沒有跟大家談 貨櫃股 今天可能很多老師都在講貨櫃啊 因為今天主流 就是貨櫃嘛 望海漲停啊 我們今天細細算嘛 那一開始要給大家看什麼 這張很重要啊 美國納斯特 降息之後 降息之後 這是月線跟季線喔 是變成支撐了 我說股價 股價會說話 是變成支撐了 所以過幾天或下禮拜 如果有拉回 是多還是空 還是多頭嘛 是不是支撐 那台股呢 台股呢 台股也突破啦 也站上月線跟季線嘛 那我說看空的 那我說看空的 或空手的 你應該要出手了嘛 很明確的多頭 賺了沒 那這個地方操作上呢 你要去注意喔 大盤往上漲 可是呢 一個大盤兩個世界 有些股票呢 它是在往下跌的 所以我說你一定要換股 要換股嘛 那你要出手嘛 你要出手啊 集中火力對不對 你要跟上贏家腳步嘛 那事實上貨櫃股 我講很多天啦 不只昨天前天上禮拜月初 那你為什麼沒有買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你沒有我的抠訊嘛 你沒有信心嘛 如果你接收到我的訊息 我建議你買進 你今天是轉播段啊 看節目 你沒有信心出手 但是會員呢 今天就很簡單啊 我不只是先講印證 我還帶會員紅低買 看一看萬海的K線 我在這個地方怎麼跟大家談 我說這個底不會跌破 不會跌破 原因是什麼 它上半年賺5.77 下半年又是旺季 所以今年獲利超過10塊 所以這裡102有機會突破 如果你套牢在這個地方的 你要守定我節目啊 你有機會解套 那如果你空手的 想攤平的 這個地方布局 是輕輕鬆鬆 今天往上突破漲停啊 那我跟大家提到過的 技術分析來講 漲停這個漲停踏不踏實 重點是什麼 你要看法人有沒有買 那個不用問 法人已經買了至少半個月了 那你要看成交量 那這裡成交量有沒有跟上 它是突破下降壓力線 股價頸線也突破了嘛 所以從這個位置來看 從量來看 它是有機會挑戰102喔 那我們就一檔一檔慢慢看嘛 那我說過呢 你要跟上贏家腳步啊 我們今天又賺了 你要不要換股 你要出手嘛 你有我的抗訊 你就有信心買嘛 我們從月初 貨櫃航空 航空貨櫃 貨櫃航空一路講 一路講 一路賺到現在 大盤在這一天 重挫900多點這一天 我們買什麼 虎航 重挫足底 賺這一段 大概25%到三成 賣一趟再回補 那我說它有機會挑戰75% 那我們慢慢看嘛 那至少回補以後今天收紅啊 航空股 航空股對不對 那另外長龍行呢 從這裡開始 連續漲幾天 連漲9天啊 大家突然醒過來啦 這是一個標準的頭肩底 對不對 往上漲亮出來啦 誰在買 全部是法人在買嘛 那所以你說我了不了解法人 那法人幫我抬轎 我做轎嘛 那我那時候怎麼跟大家談 他有機會挑戰哪裡 這39嘛 39 40 馬上要到啦 馬上要到啦 那這一段是用輕鬆的賺錢 貨匯航空呢 不只昨天講 上禮拜也講 月初也講 那一路到現在 那之前 入匯的 我想匯一匯的價值就出來了嘛 坐轎對不對 這九月啊 我說迎接第四季啊 你要跟上 但是這個地方操作 是比較高難度的 就好像今天很多股票在跌喔 今天唯一整個族群大漲的 就是貨櫃股 那貨櫃呢 我們講多久 像今天 旺海開盤 我們就講續爆嘛 我們稍微拉近喔 那盤中呢 觸及漲停嘛 大賺呢 那你一直在擔心大盤 哇 降兩碼會破底 股價會說話啊 台股也站上月線近線嘛 這是NASDAQ 我只是要提醒大家 多頭股價會說話 如果有拉回 或甚至在這裡盤整 都不用太緊張 重點是你要出手嘛 你要出手 你要操盤 不是在解盤 每天告訴你模擬兩可的話 這個大盤 要小心 不要隨便亂買 那根本就沒有出手嘛 那你怎麼賺 從7月開始我就跟大家談什麼 中小型的標股對不對 索馬 一檔一檔做 那現階段呢 一樣嘛 我們一檔一檔買進 那不只航空 不只貨櫃 所以像今天來講呢 新呼吸也漲停啊 有沒有 4月創新高 這半年半的成長股啊 包括上全 CPO今天也大漲嘛 這也是最近有跟大家談的啊 第一買都沒問題嘛 找一些成長的股票 那最近操作呢其實 這個價值並不難 但是你要了解法人 在想什麼 同時你要注意一點 不要追高 逢低買 上去呢 就是匯匯的價值 那我想上禮拜或上個月 跟著我操作的 匯匯的價值就顯現出來了嘛 這優惠即將結案 把握機會 帶你卡位 黃金的買點 休息一下 全面五折大優惠 親切把握黃金卡位點 刷斷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顧問 吳老師 專攻法人 超盤習性 擁有30年股市實戰經驗 兼具短線與波短操作 所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苦海 讓專業誠信的法人顧問 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這部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現場 今天台積電要往上走 來到987塊 即將破千喔 從1月到現在 我一直跟大家談 定期定額買進等等 從400多500多一路到1000 下來 投資人又開始緊張了 結果呢 又來了嘛 那接下來破千不是問題啊 還可能創新高 還可能創新高 所以大盤是多頭還是空頭 所以你要不要出手 要不要賺錢 但是你要記住一點喔 不要追漲喔 不要買錯股票 不要買錯股票 這個階段在這裡 有的股票是破底 我昨天講了一些例子 我們簡單再講一檔 就昨天講的 你像M31今天又跌停啊 是又跌停 會破底啊 那一樣是高價股 有的往上漲 Cowals對不對 你像萬論 你像君華 可是M31為什麼往下跌 基本面會說話嘛 股價會說話 所以有些股票往下跌 有些股票往上漲嘛 包括股王 信華也一個一個頭兩個頭對不對 小心啊 不是錢都就一定贏 你要買對股票而且要逢低買 你要了解法人 那為什麼法人在這一個月 一路買什麼 買貨櫃買航空 買萬海王 買長龍 買陽明 買長龍航空 買虎航 那虎航到現在 法人賣了沒有 法人沒有賣喔 繼續鎖 那所以貨櫃航空這個地方 沒有問題嘛 那台積電沒有問題嘛 那斯大走勢超過月線季線 沒有問題嘛 股價會說話 雜音不要聽太多 每一次拉回一定有雜音 大盤拉回 多少人跟你說這裡會破底 這裡不貪買 股價會說話嘛 多頭 我講好幾遍喔 那有什麼股票可以去佈局 我說你要出手嘛 你要出手啊 你要換股 或者有限的資金 你要集中火力嘛 那現階段來講呢 你像新復興 今天漲停啊 為什麼漲停 為什麼創新高 為什麼漲停 9月啊 9月啊 9月大盤呢 9月大盤是往下跌 這剛好是 最後洗盤 跟虎航一樣嘛 最後洗盤 他今天創新高啊 他8月 8月營收倍數成長494 7月398 你要了解這些財報的內容 不是閉著眼睛亂買 那包括什麼 包括鎮華電也上去了嘛 都是創新高啊 那你要紅低 往上呢 出現大量不要去追 這樣子你才有機會 被一檔一檔做嘛 包括什麼 包括雲爆能源 包括綠能 我們簡單看一下 雲爆 我上一次怎麼跟大家談 我說這不會破地啊 亮出來就往上走了嘛 來的也一樣啊 那剛好一個高價股一個低價股 重點是懸股 我們稍微回顧一下 這是九月十三 這個叫起漲對不對 突破壓力線 這個叫起漲嘛 這天就一百七來一點 洗盤結束 九月二十 漲停以後 亮縮 我說只要亮出來 它就往上走了嘛 這裡套牢的二十一塊 有機會解套 你鎖定我時段 這高的理就一樣嘛 亮出來了 就會往上走對不對 這裡三百三套牢的 有機會 結果雲爆是上去了 萊德是上去了 我有沒有事先講 那現在這兩檔股票呢 目前在這個位置 它今天整理 有拉回自己找機會 那這種股票已經突破壓力線了 萊德也是一樣嘛 那我一直跟大家談的一個重點 低買 低買你才有機會 賺整個波段 包括新富青 都一樣嘛 包括虎航 包括萬海 包括貨櫃 那我講的一檔一檔 都印證了對不對 那重點是 你看節目賺不到錢啊 你有我的摳訊 我帶你買進 給你信心 你出手 你出手 你就賺得到嘛 像今天萬海 就很輕鬆啦 賺一個波段對不對 虎航 長榮航 也是一樣嘛 長榮航連刷去高崗 這些都會員的十股喔 我們一檔一檔操作 昨天才在講 長榮萬海 今天又漲了 那接下來呢 我希望你跟上腳步 那我們優惠 隨時可能結案 休息一下 呃 成龍骨 吳老師 會員手中持股 黨黨戰進大波段 今天入會 全面五折大優惠 今天入會 全面五折大優惠 親戚把握黃金卡位點 刷斷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法人顧問 吳老師 專攻法人 抄盤習性 擁有30年股市 實戰經驗 兼具短線 與波段操作 所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苦海 讓專業誠信的法人顧問 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稅務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歡迎回到現場 其實有時候操作就是一個信心問題 還有你對法人到底了不了解 我們講的是法人的核心 不是每天看三大法人買賣超 不是這樣子 包括很多訊息 你像長榮航空 最佳的八月營收 輔航 包括貨櫃 有可能罷工 至少下半年是它的旺季 去年代工產值 明年供應鏈增加兩成 八月出口值 史上最旺 問題是你沒有信心 或者你沒有做功課 你要從這裡面去找出可以佈局的嘛 不是閉著眼睛亂買 不是漲了以後去做追漲 你看 第四季還有高潮啊 季線上上去了嘛 裁機店很快就會重返千金嘛 所以多頭有沒有問題 多頭沒有問題嘛 那你看美國納斯達 月薪季線在這裡嘛 就算今天晚上下禮拜有拉回這個支撐債 它就是一個多頭嘛 所以你要不要出手 或者弱勢股你要不要換股 換成比較強勢的股票 換成會創新高的股票 不是高價股低價股的問題嘛 是你要出手的問題啊 再給大家看一下 這檔期 這九月十一啦 那長龍行呢 連刷去八九天啊 那你說會員有沒有賺 包括萬海啊 昨天上禮拜月初都還在講 不會破底 有沒有賺 大賺啊 而且還沒結束喔 他有機會挑戰一百 九月混 航空貨櫃都是標股嘛 這是底部形成的 長龍也漲啊 陽明也漲啊 長龍市也上來了 這個地方也一再跟大家提醒對不對 陽明也往上走 陽明這裡套牢比較多 陽明是這三組裡面比較弱勢的 那長龍市往上走 那有些股票是往下破底的啊 那上全呢 漲停以後繼續漲對不對 那我說這種股票怎麼樣 不要去做追漲嘛 那你弘地布局 你就是一個贏家嘛 包括新復興 包括振華電 從這一個地方 一路往上走 這些都是下半年 成長股對不對 光是到這裡就三成五十塊了嘛 那萬論呢 不用彈了 萬論漲呢 賺了這樣一倍不到兩個月 那我說這個地方你要集中火力 還有哪些股票 它值得去佈局 我說你要出手 這叫操盤嘛 那今天的旺海 貨櫃航空股 是不是都印證了 一檔一檔去操作啊 把握這個機會好 迎接第一世紀 帶你一檔一檔去佈局 有我的勾訊 你就有信心買 你就賺得到 卡位 黃金的買點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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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